道園法師他就是花了一個非常大的一個認心 把他多年來對於佛法上面的一個興趣 尤其他花怨終身 花怨跟我們這個兒童婦婷來結緣 今年剛剛好十年 他把他這個兒童婷所累積下來的經驗做一個結合 所以我們從去年開始有一個蠻大的一個突變 那也就是說任何的課程裡面的一個設計或者是運作 不管是動態的或者是靜態的就是以這個重心 那我們今年的這個主題的話就是歸進三法 也就是說讓小孩子除了體驗我們這個活教的生活之外 更重要的是對於他們之間還有價值觀念 尤其是因果道理的這個了解 那更重要的就是希望能夠啟發孩子的那份感恩之心 所以呢就圍繞了這樣的一個主題 那麼做一些課程上面的一個設計 那從去年就很明顯的 在營隊當中的那個名距離呢就很明顯的改變 那尤其是今年更是 只要呢他們上了佛學課程 不管是動態靜態的 那麼有這個師父跟老師的 還有我們的那個聖課老師的引導 還有我們的核心老師小老師的帶領呢 很明顯的小孩子呢馬上就會很明顯的一個進步 那尤其今年呢我在第二天的早上 第一天是非常忙碌的 然後小孩子也忙碌的叔叔 遇到一個新的環境呢很緊張 而且很緊湊 可是呢他們在第二天的早上 就讓我們看到一個很穩定的一個學習 還有那個整個的運作 而且前幾天的天氣非常的不好 都是夏天 可是整個雲隊的運作能非常的穩定 而且呢非常的順暢 那雖然今年呢我們抱到的孩子 並沒有往年的多 可是呢這些孩子呢 剛進來的時候雖然也有一點點就是說 我們都會像我們的孩子們 剛進來都會有一些小模特兒 小皮球小皮蛋 可是呢在我們這個非常強而有力的 這個團隊的帶領之下 那麼我們呢把他們說服了 而且扣住了 所以尤其我們在安排課程裡面呢 讓他們小隊的時間增加 也就是說他們小朋友跟小老師之間 那麼他們都會跟去影本部或者是活動組 他們整個課程的一個運作交代下來 讓我們的小老師呢全選的去發揮 去跟他跟小孩子做一個很緊密的一個結合跟學習 互相的增長 那剛剛你們在看表演的時候呢 那麼好多的趣聞就是那個獎勵卡有沒有 那實際上呢今年活動組設計的 有兩個點讓我感受蠻深的就是說 第一個那個獎勵卡 但是這個獎勵卡呢 有比我們現在的教育的話 就是什麼都要爭低迷 你就是要爭那個頭 不是的 我們希望的就是說 我們這個獎勵卡的點法就是說 是一個團隊 你整個團隊不管是在學習上面 或者是他們各種生活上面的點點滴滴 整個團隊有達到獎勵的這個標準 我們才可以獎勵 那您當初如果萬一有那個害群資嗎 我們獎勵卡是會收回來的 所以小孩子就變成要互相關照 互處合作 讓大家彼此增長 讓你們的小隊能夠呢 是一直往好的這個方面去增長去成長 而不是為了要增長那個定義 所以這一點呢 觀念呢 我在這邊做一個說明 再來的話呢 他們很用心的就是說 除了我們在這個營隊當中呢 那麼我們四方呢 有我們四方的攝影照相 那他們這個何欣老師呢 也做了一個他們自己的解釋 就是說 對於這五天愛小朋友的點點滴滴 不管是在學習上面 活動上面 生活上面 還幫忙呢 我們在制風群 這個對於我們五年是 普吉貴跟馬貴那兩大團的這個制風群呢 對於我們這個營隊的這個 副持的點點滴滴 他們也幫我們錄影下來 把它做一個剪輯 準備在明天的感恩的組合一頭 做一個展現 好 那這個也是很 我就覺得就是很觸動人的一個 就是說很用心 是用心在做 用心 而且也是希望小孩子能夠有心 有忠心的學習當中呢 去做一些改變 我們不敢計畫說 他能夠做多大的突變 或者是說回去不夠維持多久 至少我們有這個心 就是說 把這些好的種子 這些好的理念 好的知見 那麼帶給孩子 那正是我們道理法師 還有有理法師 我們國務主 還有小老師們呢 極力去往這方面呢 讓他再著手 再著眼 然後呢也一直在改進 然後他們實體下呢 都會有密切的這個配合跟這個研討 好 那我在這邊呢 跟各位做一個報告 那同時呢 一樣不在話下 就是說 我們每一年的話呢 我們活動主 他們的那一種感情呢 所以每一次都會有一些孩子 就會回來 回來 趕望 但是趕望下來 就覺得贏退需要他們 他們就自動留下來 實際上 尤其是我們活動主 的那個核心老師 我們五位 而且我都說鐵三角 現在是鐵三角 五個 這五個呢 幾乎每一年都不缺席 但是 告訴各位 他們每一個人都是有工作的 所以他們把一年的休假 集中在這八天當中 甚至於呢 我們的這個喵妹 就是最近的這個寶貝女兒 他的兩個寶貝女兒 都是我們的大將 一個是阿喵 一個是阿喵的妹妹 我們都叫阿喵妹 他本來是在日本工作的 他到兒童營之前 從日本特地回來 我們這個營隊結束 他又要回到日本去 這樣給一份感情 對你原始的愛 對我們兒童營的愛 大家感不感動 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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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呢 我們這個營隊呢 那麼這個產生呢 今天能夠在這樣子 即將要結束之前很圓滿 那當然 我們的兩會的會長的大力支持之下 還有我們的志工的領力相助 那我們都有一套呢 非常完整的SOP 這個都不在畫像 那大家年紀也都越來越大 會越辛苦 但是呢 大家都做得非常的歡喜 那我就靠一句呢 我們台北 每一年都會從台北下來的一些資工幫忙 他們的一個心得 他們說每一年回來呢 都會覺得很感動 就是說看到那個整個的一個印作 他們很感動 那那一段感動呢 他說 這個也是在修福修會 就是在修行 所以我想呢 我們每一位志工也都是抱著這樣的一個心態 在扶持我們這個營隊 但是呢 這個營隊呢 我們反過來講 今天如果沒有這個兒童營 沒有我們古營市的這個平台 尤其沒有這些可愛的小朋友來的話 我們有機會修福修會嗎 不能說沒有機會 是不是這個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機會 大家共同來促成這個美好的事情 這個很好的博士 尤其為我們的下一代 所以我們四四也要感恩我們的小朋友 歡迎他們的弟弟 感恩他們的到來 來我們給他們掌聲 鼓勵 謝謝 話說回來 因為有這些小朋友 有名有我 你我他 大家才能促成這麼美好的一個事情 不過呢 在這邊 我們小老師三天 小朋友五天 說是在這個隊伍顏市上上下下 真的是一大溝成 大家真的是很辛苦 那感恩大家呢 那我們小朋友 有我們的小老師小朋友 在我們大溝老師的代理之下呢 我們大家呢 一起來集唱清淨華生活 來做一個感恩禮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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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